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远日前发表报告 指俄罗斯是网络攻击最大黑手 中国的网络攻击就成功率最高 《环球时报》评论文章指出 这种报告用心非常明显 就是要抹黑中国和俄罗斯 文章指出 美国已将冷战思维朝网络空间延伸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曾经宣称撤出亚富汗 是为了准备下一场战争 也就是网络战争 文章分析 美国已经是中俄为主要对手 除了宣称美国政府机构和支付 已经成为网络攻击主要目标 范围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战略等各方面 有列举数字指攻击和俄罗斯、北韩、伊朗、中国有关 文章总结 美国已经为开启网络战 公开叫嚣 中国需要牢牢把握三个要点 一、守住跟机 要将大数据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面 二、提升理念 落实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警示 没有数据把控就会危及执政地位 三、提高能力 抵御反击美军有可能肖肖打响的网络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